10月8号晚20时第19届杭州夜运会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正式闭幕 第19届杭州夜运会闭幕是于10月8号晚在中国浙江省杭州澳体中心体育场去行 亚澳理事会代表主席辛格宣布第19届杭州夜运会正式闭幕 亚洲活聚和会企已交给下一届夜运会主办城市 日本名古屋的代表闭幕式上最经典的时刻之一 便是在开幕式上出现的数字火炬人跑入闭幕式的现场 并与现场及电视观众比心互动 随着主火炬熄灭数字火炬手迈向远方 这也意味着长达16天的亚运盛会落下温暮 喝水